在進入夢想這樣之前 我對出國留學、遊學的概念就是 很貴,然後要花很多錢 可是了解之後卻發現不是這樣的 我本身有參加過暑期美國打工的經驗 大概花差不多十萬就去美國待了四個月 雖然說這樣乍聽之下很划算 可是仔細想起來 覺得學的較多的是變得比較獨立 生活、大小師可以自己來等等之類的 可是相對的英文能力似乎也只有聽力比較好 所以現在我反而會覺得說 用一樣的錢可以去學語言 或者是去練語言學校 會比較花在刀口上 怎麼說呢? 我覺得出國就好像交男女朋友一樣 有沒有愛都可以在一起 可是只有用愛去交往的才會付出 才會獲得、才會正成長 出國也是一樣啊 有錢、有出去的方式 沒錢、有沒錢的方案 可是結果會是不一樣的 這麼舉例好了 拿打工作假來說 英文程度越高 找到的工作就越輕鬆 甚至錢會更多 然後還會學更多 這就是正成長 所以說重點是有沒有計劃 有沒有目的 沒錢需要計劃 有錢更需要好的規劃 所以說我覺得透過語言可以學到更多不一樣的知識 了解不一樣的資訊 我希望能用運用我的精力讓同學了解到這個觀念 优优恩 來說 就像妳一樣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